小摘天坑的深度是660多米, 体积是130多百万方。 到天坑走一趟,基本上要大半天的时间。 但是在天坑下面下去过后, 真的才有坐静观天的这种感觉。 中心探险队第一次到凤级来的时候, 他们在天坑地坑探险的时候, 当时都请我当想道。 中心探险队的确认。 我曾经曾经过,或曾经过过, 那中国的确认是多了的确认。 更是确认的确认。 所以,它是在山坑地坑。 中国的确认是确认是确认。 它一定会有确认的确认。 那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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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它不太好 那是它不太好 我會說它是它是它 从那里Video中摆掉了 在1994里咱们做了一个跑未来的船 基础楼 尽未来的船 遊 scholars. What turns us on are huge spectacular caves. Spectacular Tienkén are pretty good but they're not as good as the wonderful caves. Upstream in Xiaojieh was more of a challenge because it had all the water. That was decided that was the ultimate cave to explore upstream. Just in case it's not the way I don't really want to smack them straight over. 后来他们在天坑里面的太远家 就一个是从天坑的奶水洞 有一杯多米高一个大洞进去 走到一千多米 然后从除水洞下面 下去两百多米 走到四千多米 从迷宫华来砖出来了 基本上把这个天坑里面的除水洞 砖通了 走了十年 大概走了七次 每一两年来一次 到最后都还没走通 但是有的学者也认为 小摘天坑最初的形成会不会有运势呢 所以在考察没有断定之前 就这样完全说是小摘天坑是有流水造成的 天坑它现在还有很多的秘密没有解开 所以我希望更多的探险家 科考家在天坑地坑来科考探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